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整个楼地间和电梯都走了 没有 这样的话 咱们从这层开始按门搜吧 走 等会儿 走 李小勇 你骗老太太钱的事 今天咱们先不说 反正监莫看腾里把整个过程都拍下来 说说你 鼓刀假钞的事 什么假钞啊 我不知道 小麦不买口腔糖怎么回事 我 我不是没刮出去一场 李小勇哥 我希望你配合我们 怎么配合啊 说说你的上限啊 我哪有什么上限 那 假朝哪儿来的 天上吊也来的 你可不认识人卖流 我问你 有一叫三叶的人知道吗 你什呢 不认识你 你 你不认识さん 哪有什么 вод嗯 走 先去外面线 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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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瑞 郭瑞 冬雕树林里发现了一具被买女士 是一笔男子报的案 去男子的雕树 是她遛活的时候 她的狗线发现的 冬雕海树所已经封锁了现场 吴志 死者为二十七岁左右年轻女性 目前我怀疑是头部撞击顿物至死 死亡时间并不长 时间不超过十二小时 吴志 这坑妈的不剩下 不然不会得到发现 空母带 死亡 死亡 病毒 死亡 死亡 这附近离日最近的高档小区是什么小区 好像有一个叫锦绣公寓的 锦绣公寓 先从锦绣公寓开始查吧 确认四分情况 好 来人哪 来人哪 你们到底要帮我怎么样啊 跟我说句话呀 来人哪 这家伙道行不够 这才剩了多长时间啊 剩极了 差不多了 想得怎么样啊 我是真不知道 那就算了吧 行啊 反正这个案子咱们这边基本都结束了 剩下的归法任 别别别 你们这还没审清楚呢就判我呀 你看啊 贾超是从你们家搜出来的 而且数额巨大 你不交代上线那你就是上线呗 挺好啊 我们抓这个大 我怎么能是大家伙呢 我 你们不是要问三爷呢 三爷就是一个传说吧 谁见过 没准 你就是三爷 你就是三爷 我怎么能是三爷 我 你们不能把我当三爷给判了吧 交给法院 不是 你们怎么能这样 你太玩忽职手了吧 你什么意思 怪我们神的不够狠 是吗 不是 不是 我怕你们栽赃陷害我 什么叫栽赃陷害啊 这是我们的工作 工作结束了 搜 我还有谁说 我还有谁说 等会儿 李小勇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走 我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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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说还不行吗 不这样 我们已经确认了 你怎么能够帮我 不开心 你呢 你又在哪里 我还没有想到 你怎么能够帮我 你呢 你这一把 你呢 你我又能够帮我 我呢 你呢 主要经营电脑 软件 电器电脑的生意 曾经有过走私被查后的记录 可非害人们已经死了两天了 这谭峰为什么没帮案呢 林正华 你去赶紧查一下这个谭峰 跟死者的确切关系 然后就可以直接找这个谭峰了 好 明白 我已经提取了死者的电视 而且在死者的睡衣纤维 皮肤 指液缝这些地方 同时还明显地包含了另外一个人的DNA信息 如果这个人跟死者生前有过亲密接触 那这也呵护情理啊 但是死者支架缝里的头发 显然是搏斗时留下来的 应该就是凶手的 我从这些头发上也提取了DNA 与刚才说的那个人是一致的 好 下面就看嫌疑人会怎么说了 喂 古智 我去找过谭峰 摸过他的底 他最近两天都没有去过公司 那去他家 好 谭总 我们是重川行政支队的 我姓林 过来给你了解一下 你的同居人罗屯的情况 他 他怎么了 我们最近工作都比较忙 好几天没见面了 罗东死了 我们现在怀疑他是被谋杀的 死了 他怎么死的 不好意思 我能借用一下洗手间吗 李宾 我们发现他的时候 他穿的是睡衣 对不起 我 我现在的心情比较乱 你让我稍微平复一下 我 我只记得一个星期以前 他好像跟我说过 他最近好像要跟他的姐们 要 要出去玩 他说了和谁要去哪儿了 今天先这样 你随时可以去公安局认你尸体 但这几天最好不要离开重川 我们随时会回来找你调查 谢谢你 是 喂 我是吴建南 吴局 大鱼上钩了 大鱼 什么大鱼啊 那个突破口啊 还是在那个李小勇身上 我们抓到了他的上线 得到可靠的情报 那个人跟三叶的保镖 老肖谈妥了 明天上午 他们开车从广州来南平 只要他们一入境 我们就抓捕 好 这个计划如果要是成功 你就即便抓不到三叶 最起码能抓到老肖 对不对 我判断 他们两个人都在车上 据说那个老肖 是三叶最信任的人 他们俩行运不离 德强 你要记住啊 抓这个贩卖运输假钞的案子 一定要人赃俱火 如果犯罪分子在现场 抓捕人当中 弃车呢好不好 今后你即便是抓住他 他也很有可能死不承认 所以啊 我想在入口的地方布控 一旦发现可疑车辆就围捕 肯定一个都跑不了 我看可以 但是最好啊 你事先要搞清车牌号 另外来讲 什么车型 什么车色 你事先都应该有充分的准备 已经搞清楚了 他们车啊 挂的是一个假军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跑长途还是用这个牌子 好 德强 我等你胜利的消息啊 如果你这个案子要给我拿下 回来 我跟你喝庆功酒 那你就提前把庆功宴 准备好吧 声努力 dressing说 他就听说 他就听说 一句我的笔 我哭了 啊 怎么说 你便会 完全一致 从两线长踢着头发 就是同一个人的 就是他 好 可以拒捕他 不 马上就去 陈泳 陈泳 你因为涉嫌虚与杀人 我们现在奉命逮捕你 这是逮捕令 你因为涉嫌虚与杀人 等我去找我 不明白 我去找我 爹 布置怎么样了 包子宫的五个入口 我们已经送了三个了 只留了两个放钱 人已经全部到位了 好 我马上到 来 来 你就是在业吧 靠着 伍制 这全是假超 这回可大发了 拉回去吧 全拉走 你为什么要杀骆同 我没啥打 天鹏 我们已经在你家里找到了罗同的随身物品 包括手机 证件 钱包 而且他死的时候穿的是睡衣 你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 你是一个聪明人 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 会把你带来这儿吗 现在让你说 就是给你一个主动交代的机会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王总 这个是我们的DNA的检测报告 现在在死者罗同身上 发现了大量的你的DNA成分 跟你家卫生间你的发丝进行了比对 DNA完全往同了 就是说我们的证据料已经完整了 你杀害罗同是板上钉钉的事 听懂了吗 就算你是零口供 我们这样可以定罪 你怎么着 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 我 我真的没有杀她 我真的没有杀她 我 我承认 我承认她是我情人 她 她一直逼着我结婚 可是我不可能跟她结婚的 我在美国有老婆有孩子 我不可能跟她结婚的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就争执起来了 然后我们就吵起来了 然后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吵 后来我们就抢什么东西 然后 然后我就推了她一把 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我等我再反应过来的时候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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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躺在地上不动了 我真的没有杀她 不管什么原因吧 都不是夺走一个人生命的理由 其实这种事儿 你完全可以有多种处理办法 但是你却选择了一个 最错误 最愚蠢的 妈 我回来了 妈 妈 你说你女儿乖不乖 本来吃完饭她们还说要去唱歌的 说高考憋了三年都快憋疯了 到时候不去 我要回来陪妈妈 其实本来还可以再早点回来的 但我就是突然之间想起来 那个上次咱们逛街买的西瓜特别好吃 我就想去买一个给您 但我没想到 他们关门了 所以我就空手回来了 妈 你到底怎么了 妈 你是不是打电话查分了 我没理解 要去买一个 我每天认在婚业的 我现在也不想到 你也不会都打电话 成绩会不理想 我看到这个分数 我还是 婷婷 也别难过 反正已经考成这样了 虽然不能上医大 但是你的分数呢 上三本是没问题的 其实好的专业的大专院校 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不行 我一定要上医学院 今年放弃 明年再考 怎么样 你们继续 喂 谢灵 怎么了 分数下来了 不理想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婷婷讲 好 那我这边安排一下 我这就回去 好 从照片上看 不知跟谭峰 罗童他们很熟啊 看样子 今朝有往外 各位好 冬哥 你伤好了 冬哥 你伤好了 好了 你是安排不住的吧 你住那地方带试天 你也安排不住 正位 正位 这么急着出现干什么 好了呀 想你们 听说案子是完了 看看吧 这个是在谭峰下找的 不喜欢 不喜欢 不是 认识人多 朋友多 还有其他政策 有 我们在他们家还发现了一个 女款的带密码的手机 现在已经拿去职举科 让他们破解密码了 不喜欢 吴军 装了满满一后备箱啊 一共是一千一百二十万 这案子呀 不但在咱们市 就是在全省也是建国以来 破获的最大的一切 运输换败假抄断 老乡 这案子破得漂亮 吴军 那个犯罪嫌疑人那个三眼 竟然是个女的 他 这回啊算是 再在我们胡植手里了 呵呵 和强 厉害 今天我跟你对你说 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警察的容领 你真幼稚 你给他打电话 他就会相信你的话了吗 我告诉你 我们俩之间的事情 你别把我的朋友牵扯进来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我也告诉你 你别逼我 这孩子我生病了 你别以为你这些年 偷税漏税走私车的事情 都不知道 你别忘了 你给胡德乔送那十万块钱 可是我赔你去的 罗同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别忘了 你给胡德乔送那十万块钱 可是我赔你去的 罗同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的事情我全知道 你要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你自己瞧着伴 你 干嘛 什么东西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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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胡德乔送那十万块钱 可是我赔你去的 各位媒体的朋友们 这位 就是破获这起贩卖运输 甲州特达案件的 我局经侦支队支队长 胡德乔同志 我们的英雄 各位媒体的朋友们 如果有什么需要采访的问题 我们这几位同志 负责接待 走吧 来来来来来 您能跟我们具体讲解下 您这次抓我犯罪 嫌疑人当中的就是过程 不许 过程不及时的 不许过群众报案 然后还有限制区报 就锁定了一个犯罪刑局 然后跟着他呢 我们就去了南平市 在南平 我们就抓获了一个 谈光的手机里面 发现了一段路 跟胡德乔有关系 胡德乔啊 学姐 您去听听 你别忘了 你给胡德乔送那十万块钱 可是我赔你去的 我同 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的事情我全知道 你要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谈风交代 在胡德乔提的办完事以后 他确实给他家里送过去十万块钱 当时 是胡德乔的老婆叮零手的 老胡不在家 后来你 赵直书 谈风说的 没有接到退款 直到案发 这胡德乔 怎么这么糊涂啊 我们就顺藤摸瓜 拿到了他们的线索 知道他们要来 于是我们就在高速公入口设服 最后一举拿家 那吴队长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咱这次在抓捕过程当中呢 玉米玉道工什么危险呢 危险应该没有吧 因为我们这次组织抓捕特别严厉 听说此次犯罪嫌疑人是女性 您有什么看法吗 接个电话 喂 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对不起啊 来 帮帮你 好 没事 我接着说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我这正 我今天给谭同打电话问点事 他们公司人说他被抓了 他杀了罗同 我知道了 谁 我不是ãos 说他就是结婚人 吴隽 琼琼琼 和能什么司徒 都是我身 Unreal 努力的 整理好德强的材料 转交局局的人 让他们收拾一下 我啊 得马上去等政法委员 给林书记汇报一下 还有 德强现在还在汇室呢 接受记者采访呢 得有人通知他 先就地停职 等候审查处理 执行吧 不错 得动 去 他是你侍了我 进行的设复 他有个非常的健康 可以问问他 他也在现场 非常应用 好 咱去你 没事 何队弄我了 刚刚接了电话出去了 要不我给他打电话 不用 我去找找 好 我在楼外里呢 不要那里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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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搬到这楼里有几年了啊 再不看看 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走吧 不管 去哪儿护人啊 我把你带上来 好 我 Хоп OAX3 去哪儿护人吧 浑花 可以走吧 好 流疑 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也真够心大的哈 这会儿才回来 一直没出来 一直都在屋里 午饭都没吃 我去跟他说你回来了 先做饭吧 鱼买了吗 买了 做饭 酱油 盐 将有盐 你怎么了 没怎么了 是单位出事了吗 老胡出事了 胡德强 出什么事啊 糖 醋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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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盐 酱油 然后再放糖和醋 我来 我来 你去 你去 我去叫你 那做饭 我去吃 我去就吃 你去吃 我来 就为了 你去吃 这大小氣 然后我去吃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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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吃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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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爸爸 出来吧 吃饭了 婷婷 听见了吗 婷婷 在房间里待了一下午了 出来吃饭 爸爸给你做了菜 听话别让妈妈担心好吗 爸爸也知道 你现在心里面很难过 你听爸爸说 其实人一辈子 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的 总会有坎坷 有挫折 这没什么 重要的是你要怎么面对 你听懂了吗 你去忙吧 从今天以后 我不会再让你们担心的 婷婷 婷婷 开门 爸爸现在就很担心你 把门打开 婷婷 把门打开 婷婷 快开门 婷婷 你干嘛呀你 icion人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爸 你是我永远的骄傲 明年再战 我一定会考上医学院的 听听 醒来的 去那儿吧 跟五爷聊聊 这为啥进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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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